大家能看得到界面吗 还有听得到声音吗 好的那没问题 那我们准备开始了 那首先还是做一个风险提示 那我们今天所有的PPT内容呢 不涉及您的财务状况 以及风险承受能力 您的资金也是完全是安全的 可以在AFSL查到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注册号码 这是我们今天网课的三个topic 我相信应该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吗 首先就是上个礼拜 在周末的时候沙特公布了说他要增产 这也就导致了我们在礼拜一看到石油价格的时候呢 就已经暴跌了30%了 甚至美国油跌到了27块钱 对吧 那星期一呢 正好我们公司啊 我们维多利亚州呢是放一个Labor Day 所以说我不在办公室 感觉是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之后也会说到之前石油也暴跌过五次 我们也可以分析一下之前暴跌的原因 还有之后他是怎么恢复的 这中间有什么trigger 那第二个呢就是美股熔断 那礼拜一呢的确是发生了很多事情 除了石油暴跌呢 美股也是有一个很大的跌幅 那甚至就是触发了熔断 什么叫熔断呢 其实就是跟我们在国内做股票的时候 有一个跌停板 那就是说他就是跌停了 他就是自动进入一个停止交易的模式 那因为这个熔断呢 发生的是在白天 那也就是说美股的几个股指呢 都暂停了交易 昨天应该很多客户都 我都有收到留言 就问我们哎呀 为什么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啊 包括道琼斯指数 它的价格怎么不动了 其实就是因为熔断 那今天下午呢 也看到金石数据发了一个消息 那现在美债也熔断了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美国 十年期美国债券 它的价格已经跌破了 他们设置的一个罚值 那也就无法暂停交易了 大家可能还很奇怪 就前两天上一节网课 不是还说啊 这个美股因为啊 大家的风抢 然后导致现在的利率已经很低了 那怎么会突然就熔断了呢 这个我们之后呢 今天也会讲到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都很关心的话题 就是现在冠状疫情 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 在全球的发展状况 这个呢 是我今天早上截的一张图 里面呢 意大利确诊人数 已经超过9000人了 也就是 我记得意大利的人数啊 可能也就几千万 现在绝对确诊人数 应该是超过万分之一了 然后死亡人数 也增加的比较快 有463人 然后治愈呢 是比死亡要多一些的 也就是724还是很严峻这个形式 那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在欧洲嘛 那他也给我发了一张图 那个图呢很奇怪 它上面呢就写了 就是在意大利的酒吧门口贴了一张牌 然后它上面写着 我们宁愿在疫情中光荣地死去 也不要让我们放下手中的酒杯 我当时就在想 外国人少果然是有原因的 这作死程度的确不是我们亚洲人能够想象得到的 包括韩国 确诊人数也一直在攀升 现在也有7000多个人了 伊朗呢 是伊朗也是发展比较严重 那大家 我上次前网课已经说过了嘛 就是澳洲现在呢 已经禁止了中国 韩国 还有那个伊朗的一个入境 但是对意大利啊 还有 对意大利还有别的一些欧洲国家 并没有实行那个进入令 所以说 而且就是澳大利亚的政府公开表示 就不可能对全世界的人都进行一个封闭嘛 澳洲不是孤岛 所以说未来之后呢 可能也不会再对国家实行禁非令了 那就 其实就像是之前武汉封城嘛 但是是两点钟跟大家说的 十点钟再开始实行封城 就中间有 其实有这个八个小时 让大家都是有一些病例 全都留到了其他的省去了嘛 那其实澳洲我觉得这次也是有类似的情况 就是堵了几个洞口 但是别的区域还是暴露在了病毒之中 可能我觉得澳洲就是防疫意识还没有像中国这么强吧 我这边也截取了两个新闻 就是我们上周 上周末的一个Mombas Festival 也就是一个蒙霸节 有一些澳洲的记者就去采访 然后里面就说到 澳洲的大部分的游客都不担心 这个Virus 他们都觉得现在自己很安全 只要多洗手就可以 各样的大型活动也就照办 包括下一周 也就是 不是是这周日的一个F1 也会是照常办 而且呢 500多位意大利来的赛车手 以及备员都已经抵达澳洲了 抵达墨尔本了 那礼拜天呢 应该也是一个盛况 所以大家最近还是注意一点吧 就是出门的话就多洗手 因为我觉得澳洲这个政府 它不像中国那样 会这么严格的去管控这个疫情 所以大家还是要从自己做起 平时去少去人多的地方啊 包括多洗洗手啊 最近超市里面有很多 那个厕纸也被抢没了 所以大家如果缺厕纸的话 也可以到我们办公室取一点 开个玩笑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已经做好准备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正题 就是这是一张 布伦特石油的一张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昨天一天呢 布伦特石油下跌了34% 一下子呢 就从之前的42美金呢 掉到了最低的话呢 是到了28美金 一天暴跌了30% 那其中的原因呢 想必大家也都看到了 就是OPEC组织啊 也就是沙特跟俄罗斯不对付 沙特说我要减产 可是俄罗斯呢不同意 那沙特肯定就觉得 你俄罗斯是在薅我羊毛嘛 对吧 我减产了不是为了让你来 清建市场的呀 对吧 而且我们已经是同联盟的了 对吧 他们新建了一个联盟呢 叫OPEC Plus Plus呢就是加了俄罗斯 然后呢这个也被他被我们称为呢 叫减产联盟 也就是大家要共同进退嘛 那这一次呢 OPEC说要减产 俄罗斯表示不同意 那沙特 那沙特肯定就火了嘛 对吧 那所以说就开始有这样一个报复的行为 那在之前14年呢 其实沙特也做过类似的行为 就是通过压价 然后去打击美国的页岩油 当时呢也是把WTI 也就是这个英国油的那个石油的价格 把它压到了27美元 但是美国的页岩油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USO 也还是坚挺了下来 并且还开了一个对吧 石油的交易所 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之前 我们油价的几次暴跌 所造成的影响 那第一次呢 是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油价也是有个很大的回调 差不多是下跌了60% 那当时的价格呢 是还是因为当时 肯定油价没有现在这么贵嘛 包括美元也没有 现在的这样的石油价 怎么说呢 当时肯定还没有这么多的通货膨胀 所以说当时的原油的价格呢 是从26块8毛4 一下子掉到了10块6毛6 那亚洲的金融危机呢 也是导致了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 很明显的减速 那98年的 其实那个时候的减速 并没有说它是一个负增长 只是说 它是从前一年的4.18% 然后减到2.5% 因为上一节网课我们也说到吧 经济学家把全球增速到达2.5% 或者低于2.5%的时候呢 就定义为一个recession 所以当时的市场呢 就认为啊 已经进入金融危机了 所以石油的价格就开始暴跌 那后来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油价有一个很明显的 很强劲的反弹 对吧 那也是源于OPEC在1998年的4月和7月的两次减产造成的 而且之后呢 全球经济也是在进入危机之后 有一个很明显的触底回升 也就是拉动了石油的需求 也就拉动了石油的价格嘛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很快 就是在99年的 99年的年底吧 差不多就已经回到了之前下跌的价格 所以说这一波下跌呢 它是下跌的时间很长 但是反弹的速度却很快 那第二次呢 第二次我们可以看一下时间是在2001年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呢 美国是有一个互联网的泡沫 对吧 如果大家之前01年有印象的话 就可以记得当时有很多美国上市公司 不管是什么公司后面加 都要加个.com 为的呢 就是蹭一波这个互联网的热度 对不对 就跟我们之前前一段有一段时间 就是每一个公司都要蹭一波共享单车 或者说共享经济的热度是一样的 包括之前的WeWork啊 还有像是摩拜单车啊 或者说是Uber啊 还有Airbnb之类的 但是在之前呢 像是那些后面标注.com的公司啊 他们其实并没有进入互联网 而只是呢 把自己的名字改了而已 所以这就制造了很多的经济泡沫 这也就导致了 在泡沫破裂的时候 全球经济呢 有一个很明显的减速 同时呢 那一年也发生了911事件嘛 导致美国的消费啊 大量的减低 那大家经济预期也就降得很快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两个月之间 布伦特原油呢 就从29块4毛3美元 跌到了17块6毛8美元每桶 最大的跌幅呢 是40% 不如上一次这么严重 然后呢 油价也是有了一个很明显的反弹 就是它这次持续的时间也不是很长 这主要还是因为OPEC呢 马上就开始宣布 它要做两次的现产保价 也一样的就是说 我要降低我的产量 然后来提升这个油价 分别是在2001年的9月份 和2002年的1月份 就是开始了一个减产的过程 那个时候呢还没有OPEC plus联盟 但是俄罗斯也表示 可以跟随OPEC的步伐一起减产 所以这次的反弹呢就比较快速 而且强劲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5月份的时候 油价也就已经基本上恢复到了之前的水平了 然后这是第三次 大家看看时间就能猜得出来吗 这是2008年对吧 四代危机 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当时经济增速呢 也是经历了一个断崖式的下滑 这对油价的未来的前景和预期 都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的 总共是5个月 历史总共是5个月 布伦特原油呢 从记录上的高位148美元每桶 跌到了33美元 区间最大的跌幅有77.61% 那之后油价慢慢回升的过程 大家可以看到是比较漫长的 因为这次OPEC呢 并没有像之前一样 就是说这么迅猛 然后这么迅猛的去做一个减产 这么行动 而是把它分成了三次 而且每次减产的筒数呢 也没有之前的两次多 那它是在08年9月呢 减产了52万筒 然后呢在08年的10月 减产了150万筒 然后在12月减产了220万筒每日 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 一开始它的减产的幅度是很小的 那油价的反弹呢 也就是比较缓和 那随着它越来越多的减产呢 那油价也是有了一个不错的回升 那包括各国政府呢 也在进行一个积极救市的措施 实施量化宽松啊什么的 所以说之后的经济 也是有一个逐步的回暖 那原油的价格呢 也是在08年触底 触底后迅速反弹到了一个 09 其实也不算迅速反弹吧 就是它在09年5月份的时候呢 也就回到了60美元每桶 之后在2011年的5月呢 又重新回到了120美元每桶的高位 所以说这个时间线是跨度比较长的 从08年到2011年对吧 其实是有个三年这样子的一个时间 还有一次呢 就是在14年的时候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嘛 那个时候因为美国的页岩油在迅速的增长 所以沙特为了打击美国的这个页岩油 而决定就是去增产 然后去压低它美国这个页岩油的那个成本价 然后去做到一个侵占市场的一个作用 那我可以看到在14年中到16年中 OPEC呢 试图为了试图把这个页岩油挤出市场呢 一直在扩大自己的产量 然后跌幅呢 也是到了75% 跟这次是比较类似的 当时的油价呢 也是从108的高位 直接就跳水到了26美金 后来油价慢慢回暖的一个过程 也是由OPEC和俄罗斯这些产油果 组成的联盟来进行慢慢的减产 然后去做到一个油价的回升 其实我觉得减产联盟到现在呢 其实也就是大家互相内斗消耗啊 这样一个过程 其实外部的经济因素 的确是起到了作用 但是毕竟石油嘛 还是沙特市老大 所以说他的一些举措 对石油的影响肯定是最大的 第五次呢 就是在2018年中 有个中美贸易端 中美贸易战升级 那个时候啊 大家对啊 全球未来的经济预期 也有了很大的下滑 我们也可以在石油上 能够完美的体现出来 也是当时下跌了45% 而且当时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就是美国还对伊朗实施了制裁 但是大家预期呢 就是实施制裁的话 他伊朗的产油量会显著的减少 但实际上呢 伊朗的产油量 没有大家预期的这么多 所以没有下降的 没有大家预期的这么多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 其实石油的产出量 还是超过大家预期的 所以最后呢 石油也是有了一个很大的下调 但是之后呢 也就是随着贸易战的缓和 石油也就慢慢的回上来了 相信大家还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因为就是发生在去年的时候嘛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这五次影响油价上涨的两个因素 一个呢 就是OPEC是否决定减产 还有个呢 就是全球经济 是否有一个明显的复苏 我觉得OPEC呢 沙特还是很任性的 因为它能够左右石油的一个走势嘛 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这张图 其中沙特啊 它的产油的成本是最少的 这个呢 是一张16年华尔街日报 对于各国生产石油的价格调查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沙特产石油每一桶呢 每一百桶吧 每一桶是 对 每一桶是差不多是九美金 当然这个是 差不多是四年前的数据了 可能现在的价格会比这个价格稍微高一些 但是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就是产油 它的成本最高的呢 是英国和巴西 接下来呢 就是加拿大 美国啊 包括俄罗斯啊 伊拉克 伊朗 还有沙特 都是属于产 产油的生产成本比较低的国家 那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现在的油价 现在的话 就是布伦特原油 现在的价格是差不多37.2 然后美国油的价格呢 是33.6 这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能让大家更好的知道 下面的底部是在哪里 因为毕竟如果我们这个油价 就是交易所的交易的那个油价 低于它的成本价格的话 它肯定是不愿意去生产的 对吧 那不愿意生产之后呢 那就导致一个必然的 就是生产的统数下降 那生产额下降的话 也就是supply下降了 那我们demand 如果没有下降这么厉害的话呢 那它的油价也是会有一个反弹的 但是呢 问题就是现在沙特呢 它的因为产油的成本特别低 只有差不多900美金左右 那它就可以一直保持着 这个生产 这个增产的量 去侵占这个市场 所以 有 我看到有一些机构预期 就是沙特它可以维持这种 这种生产状况 或者说这个价格 一到两年 所以 当然了 现在这个价格也是一个比较低的底部 我自己的话呢 我也是在27块钱的时候 买了一些美国油 当然我的仓位不是很重 大家可以作为一些 作为一个参考 当然它下面也是会有可能继续往下跌的空间的 那我们也对未来的油价做一个预测嘛 那首先呢 我们就从那个 demand的端来看 也就是需求 那第一个呢 就是受到现在全球疫情的影响 那我们现在很多投资者悲观的预期变成了现实 就是未来可能 经济增速变成了负增长 那经济受到很大的压力 那石油的价格会进一步下跌 可能甚至跌破20美金也说不定 那第二个呢 就是疫情得到控制 然后全球包括美国中国 欧洲和澳洲一起开启量化宽松 也就是进行一个QE 那给市场增加很多流动性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全球性的举措呢 是能够推动油价 就是回到之前的50几的位置的 那我们再从一个供给端 也就是supply的那一端来看 那第一个呢 就是新的减产协议没有达成 也就是现在发生的情况 OPEC和俄罗斯没有达成一个很好的协议 而且呢就是OPEC plus有可能就是名存实亡 那油价肯定就是往沙特的那个10块钱 这样去走了嘛 因为沙特的话呢 可能就是占领了全部的市场 把所有竞争对手都挤掉了 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油价可能会崩盘 那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虽然协议没有达成 但是呢减产联盟呢 还是包括就是伊朗 包括就是沙特和俄罗斯 现在还是愿意合作 那我们正在商讨下一步的走势 那油价的波动呢 就会随着他们商讨的一个情况 来进行一个比较大的波动 就像之前英国和欧盟出现的状况 是差不多的 就那时候脱欧的话呢 也会根据跟欧洲的协议的进程 来决定英镑之后的走势 那第三个呢 就是比较好的一个预测了 那就是OPEC呢和俄罗斯 近期开始重新谈判 并且呢达到一个 agreement吧 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减产的协议 让大家同进退 就是跟之前一样 让油价呢就稳定下来 并且有个稳定的回升的 一个状态出现 毕竟油价如果说 在他们这种恶性竞争的情况下 所有人大家都是少赚钱的 对不对 大家都是赚不到钱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 比较好的一种预测 可能它的成功性可能大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呢 我会在27块钱的时候 去买了美国油 因为我觉得它的价格 比较低一点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包括英国油也是一样 大家如果说 对未来的这个经济预期啊 包括还有对这个 未来的疫情走势 有信心的话呢 现在就可以去买一些 当然仓位也不要太重 那么我们酌情去购买 按照自己的资金比例 可以去配置一些 因为现在的价格呢 的确我们从之前的五次 也能看得到 差不多二十几块钱呢 也就是石油的一个底部了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底部呢 持续的后一段时间 可能是一到两个月 也有可能是半年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说有一个比较好的消息 同意减产了 或者说经济有复苏 或者说是疫情得到控制的话呢 石油肯定是有一个比较迅速 而且快速 而且很猛烈的一个反弹的 哎呦我就不动画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话题 也就是 大家看到的今天 有一个美债熔断的情况 其实在美债呢 在星期一的时候 破天荒的已经是跌到了 0.5%了 我们在上一节网课的时候 也提到了 就是如果说大家 恐慌情绪很强烈的话呢 就会变卖手上的股票 然后把这些钱都拿去 买美国的十年期国债 因为美国的十年期国债呢 被誉为是 世界上最稳定的保险资产 那所以说 大家一直去抢购这个美债 导致这个美国国债的价格 越涨越高 它的收益率就越来越低 对吧 但是没想到今天 也就是礼拜二对吧 隔了一天 它就已经涨了35%了 从0.5%涨到了0.672% 这也是我们都没有想到的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个市场中 最近投资者的情绪 肯定都不是很稳定 像是无头苍蝇一样 一直在找方向 因为像是我们很多基金公司啊 包括养老金啊等等 他们的资金总得有个去处吧 在股市的暴跌中 肯定有大部分 也是因为这些大的基金啊 养老金已经从股市里面撤出来了 那他们不可能手握着现金不动 因为他们也是有业绩考核的嘛 养老金的话呢 是Australia Super打个比方 他每年呢可能都会写我们的balance plan呢 里面差不多是每年有8%的收益 那他就会想要尽量的去match这8% 那明显cash和国债呢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所以说把钱放在国债里面 也只是一个战时的行为 没有办法做到一个长期的一个投资项目 所以说最后这些大大型的基金 还是会把这些资金呢从国债里面抽出来 找个机会再去投入股市里面 这就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一个情况 那我今天呢其实也没有看到市场说有什么好的消息 但是澳股呢反弹了10% 美股呢刚才我看了一眼也是上涨了4% 石油呢也是反弹了接近10%左右 如果大家有看到有什么利好的消息 也可以在回答区里面回复给我 可能我是miss了 但是好像我没有听到有这么大一个好的利多的消息出现 那现在呢 在上一节网课也有跟大家预测说 如果说美联储降息的话 那股市有可能呢还会反弹一下 或者说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上涨趋势 或者说回到牛市 但其实在3月2号的时候呢 美联储已经紧急降息了50个基点 但是情况并没有如我们所预测的那样股市 有一个很明显的掉头 然后开始上涨 我觉得这还是主要 因为我们一开始说的疫情的扩散情况 也是超过了所有投资者的想象 那现在市场上普遍预计呢 下周三 下周就是3月19号的会议上面呢 美联储还会降25个基点 我们也可以在3月19号的时候 等一等看一看鲍威尔的讲法 他会不会在那一天 降再降一次 降25个基点 那也就相当于说 一个月就是降了75个基点 这在历史上 我觉得可能都是没有的 或者说是很少见的 之前特朗普在15年的时候说过 如果有一天道琼斯指数 单日下跌了超过1000点 那么美国的总统就应该被装进加农炮里 极快的速度射向太阳 不能有任何借口 我想特朗普在15年说到这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肯定没有想到会有今天这种情况出现 我给他算了一下 他要被装进加农炮射去太阳几次 至少得有两次 我这都是给他宽泛了算的 都没有把引线加进去 对不对 而对他比较好 都已经超过两次了 就是单日下跌 有一次最大甚至达到1419点 这是我截取的四十道琼斯指数 另外一次是1477点 我们看到 我刚才也说到 今天的美国 美国的股指也是有了一个4%这样子的反弹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目前这个反弹 它还是有可能是暂时的 因为疫情并没有得到一个明显的控制 而且也没有说有个特效药即将出产 就是市场还是利空偏多吧 那现在这个上涨呢 可能是因为昨天跌的过多了 然后今天就是涨一下 给大家有一个心理安慰吧 因为在这个时候呢 的确是有很多我认识的一些朋友啊 是想要去抄抄底的 他们会买一些之前跌的很严重的 但是很想要买的股票 这个呢 我觉得去做一个短期操作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说是想要长期持有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要敲响一个警钟的 毕竟在我一开始的 一开始做网课的时候 也有跟大家介绍过 顾比的倒数线法则 也就是在它的价格最低位 旁边的左边两个更高的一个位置 就给它画一条横线 也就是说呢 它的股指 如果说是现在这个位置的话 至少要上到这个位置 我们才能确认它是一个有效的上涨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不建议大家去盲目的去 就是长期投资者的话 也不建议说 现在就是一个最好的点位 大家去抄底吧 我还是没有这种想法 我们再来看看澳币 因为大家也是生活在澳洲嘛 也是比较关注澳元的 那澳币昨天呢 也是有了一个很大的下跌 主要原因呢 还是因为它商品货币的特性 像我们上一节网课里面说到的 因为澳元跟一些商品啊 像是石油啊 铁矿石啊等等价格的影响 特别的紧密 所以说在石油暴跌的情况下 澳元肯定也是不会好的 那也的确呢 是澳元昨天是经历了一个很快的闪崩 但是很快又回上去了 这也不排除有机构在里面进行一个操作 那肯定呢 是让一些客户 让一些投资者 如果没有设好止损的话 肯定是有很大的损失的 那现在的话呢 其实澳元就是跟我们去判断指数也好 判断黄金也好 那现在澳元的价格 我们还是倾向于去看data的 因为澳洲这两天大家看新闻也发现其实澳洲增长的人数也特别快啊 所以说在这个疫情没有得到明确的控制之前啊还是比较看控制高远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比较稳定的产品吧 就比方说是我们一直推荐给大家的澳纽 在昨天这么大的跌幅的影响下澳纽的波动呢 其实在昨天也是不到1.5%的 那澳纽呢这个产品的属性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 主要就是澳洲跟NZ它的经济形态呢也是差不多的 那我们看一下之后的这张图 从2013年开始吧 那澳纽呢就一直维持在这个波段之间 差不多是在1.02到1.14这个位置 那现在的价格呢是差不多是在1.04也是比较靠近下缘的 那之前呢有一段时间就是15年的时候呢 澳纽啊也到过也到过1比1 但那个时候啊就像澳币跟美金也是对过1比1是一样的情况 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去持久的 因为我们从逻辑上来说这种情况就明显啊解释不通 澳洲的经济明显是啊比NZ要好的 包括美国的经济体量也是明显比 明显要优于澳洲的 就算澳洲的铁矿石出口啊再 再多或者说利润再丰厚 可是跟美国这种有有科技 包括有实业的一些啊 当时是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来比的话呢 澳洲明显也是远远是逊色于美国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毫不犹豫的去 多这个澳纽或者说是去空那个澳元 那包括现在呢 其实1.03这个价格也是不错的 那我们如果一些谨慎的投资者呢 可以在1.03附近或者说是1.04附近去挂单 去做一个买入的操作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下方澳纽这个产品呢 其实是有底的 我们说最坏的打算也就是我之前说到的1比1 那我们的亏损可能也就是3%这样 3%到4%啊 把这个风险控制在自己的一个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 那它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交易 包括我们现在说到的石油也是一样了 为什么我是在27块钱的时候去选择抄跌 那也是因为我觉得它下方呢 它可能继续跌 它可能跌到20块钱 但是这个损失我能不能承受呢 因为我是用比较小的去仓位去操作 我觉得我还是能够扛得过这个7块钱的下跌的幅度的 所以我当时呢就毅然决然的就买进去了 当然这也是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投资还是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 就我们说的一切的话呢 只能做辅助作用 那大家到底要怎么去进行一个买卖 还是要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黄金 黄金的走势呢 现在也是比较的不明朗吧 那现在呢 黄金之前想要冲两次1700 可是都没冲上去 对吧 那可能接下来就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回调 那现在呢也是站在了之前的菲波纳切的这条线上面 那我们也要看它今晚会不会跌破这条线 如果说跌破这个支撑位的话呢 它可能会继续有一个比较大的回调了 在这种时候呢 我们就不建议大家去做一个买入的操作 因为下面的MACD也显示了一个死差嘛 死差的意思想必我 想必大家都知道我也就不多解释了 像是在前面这里也有个死差对吧 那那个时候呢 黄金就有一个比较大的回调和下跌 我现在用的是四小时的图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把它切成一个小时 或者说30分钟的图 去更加清晰的去看一个黄金现在走势 那我觉得呢 如果大家想要稳健一点的话呢 那肯定是等黄金的这一波下跌回调 走完之后确认上涨 然后我们再买进 因为下一次黄金的上涨呢 可能就是直接就会冲破1700了 因为它已经两次试探了这个顶部 那下一次的话呢 肯定需要一些时间去续能 如果大家看过我之前的网课的话 就会发现就是黄金涨多久呢 它就会回调多久 它一般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上一节课 上一节网课呢 也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原油 之前跟大家画了两个支撑线嘛 当时就说这个石油呢 在很关键的支撑位 如果说它跌破的话呢 可能就会加速下跌 当然我当时呢 也不知道会发生 现在这样子的黑天鹅事件 也就是沙特宣布增产 但是从技术面来说的话呢 当时的分析也的确是 有一些验证吧 当然没有说 这么精确的预测到 会发生这种黑天鹅事件 其实跟黄金是差不多的 我们用技术面呢 的确是可以辅助我们 预测一下未来的走势 但是具体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的确是很难去预测 它的时间点 还有具体的事件 上一节网课呢 也跟大家说了 就是在股市下跌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一个对冲 或者说怎么能够去 在这个下跌的行情中获利 那也很简单 就是一呢是做空股指 二是做空原油 然后三呢就是买一点黄金 作为避险 因为当时黄金的价格 还没有像现在一样 充了一千七嘛 当时黄金还是一个上涨趋势中的 那我也看到我们一些客户呢 就在我们这边呢 去做空了很多的银行股 也是有了一个很大的收益 因为现在大家看了NAB的话呢 就能够发现 今天早上NAB的价格呢 一度是回到了19澳币 是从之前 之前最高的时候呢 NAB是30块钱 现在也是跌了三分之一了 那我最近也是有跟一位 国内炒股十多年的一个资深投资者 在聊天 我就比较好奇嘛 因为我没有经历过 之前08年的时候 那个熊市 所以我就问他 你是怎么定义牛市和熊市的 他跟我说呢 牛市呢 就是所有的利空都可以解读成利多 就是包括降息啊 QE啊 这些都能够造成股市的上涨 但是熊市呢 就是所有的利多都可以被解读成利空 反而就是出的利多越多 股市却一直一蹶不振 就一直在跌 这是他给我的回答 所以我们现在到底是在牛市还是熊市 还是要大家自己去决定了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 现在指数已经跌了20% 最近收到最多的问题 就是股市能不能抄底 那我之前也其实也说过了 如果说大家去做一个短线的交易的话呢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长线投资者的话呢 如果说您对这个股票十分有信心的话呢 或者说您有这个耐心去hold他个半年 或者说是一年两年的 那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慢慢的去敲底 但是如果说您既不是短线投资者 也不是那种长线投资者 而是想做一个中长线 或者中短线的投资的话 现在可能就不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去抄底 那对于这类投资者呢 肯定是在股市有一个起稳的时候 才能够进场 我说的长线投资者 就可能他的投资的周期跟巴菲特是差不多的 就是至少是5年10年起的 那巴菲特呢 我看了一下他上节的网课也跟大家说过 我看了一下他的财报嘛 他在上 他在财报里面也提到他买了一些能源股吧 他准备配置一些能源股 那现在呢 像是石油这样子的下跌 那现在的能源股的价格肯定也是一蹶不振嘛 我觉得我怀疑啊 巴菲特可能昨天在能源股大跌的时候已经出手了 当然他的投资的周期比较长 就是我们一般的投资者可能并不会像他这样去做一个投资 毕竟巴菲特永远是少数嘛 大部分的投资者也就是 也就是做一个短长啊 或者是中短的一个投资 那大家在这个时候的确是跌了20% 那我们可以关注的领域呢 就可以从医疗 基建 零售和农业开始看 就是短期的话 像是CSL呢 近期的波动就比较大 我看到他今天早上价格呢 是从274 然后最低呢 是跌到274 然后呢 就是回到了差不多是300以上的这样一个价位 具体是多少 出盘的时候还没有看 但是 CSL这个公司 他因为价格比较 比较高 所以说他的波动比较大 如果想要做短期投资的话呢 他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产品 那像是另外的一些方向啊 像是基建啊 零售和农业 这些公司就可以去 让大家去做一个比较长线的投资 去配置 那我自己呢 也是买了一些旅游行业的公司 就是我之前一直很喜欢WEB 我是在8块92买的 然后呢 他今天就跌到了6块多 然后我的确是又补了一点 其实大家现在 不管是在什么价格 买这个 买这个银行也好 买这个旅游行业也好 其实都是买在我的 比我的价位要好的 因为WEB这个公司呢 我之前网课也跟大家说过好几次 就是我自己特别看好这个公司 所以我认为我有 有这个信心 去给他拿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周期 所以我会在他跌的时候继续补 这样子 那如果说您跟我不一样的话 就是说您对这个公司不是很了解 然后也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周期 或者说也不是对他这个公司这么有信心的话 那之后呢 他可能如果继续往下跌的话 你可能就承受不住了 可能就是要离场了 我们说如果股市啊 真的就是之前又下跌了的话 那那个时候呢 可能现在去抄底 也就是得不偿失 反而会越抄 越失落吧 最近呢 也跟朋友在 在反省 一起在聊天嘛 就说到 为什么去年呢 就已经知道黄金要涨 但是赚了一点点就跑了 我们也一直在反思 这下我们其实也知道 我们从分析啊 或者说基本面的判断来说 我们也知道澳纽要涨 可是呢 澳纽呢 就的确是从1.06呢 一直掉到了1.03 对吧 这也是我们判断的失误 所以我们有时候呢 也不知道 我们知道他要涨 但是他的时间的周期和空间呢 我们是无法去判断的 所以就算他现在回到1.04 我们对他的看法依然是看涨 那他之后呢 会不会回到1.02 或者说会不会一下冲到1.06 这个是谁都说不准的 对吧 所以这个市场呢 我们无法预测 而且呢 我们也没有像巴菲特一样 10年20年这么好的耐心 那我觉得就是快进快出 其实也是没有错的 像我们这些比较小的投资者的话呢 其实也算是在金融这个食物链里面的底端了 对吧 永远不可能跟机构啊 他们去比拼的嘛 那我们就是猎豹眼睛的兔子 连刀手下的韭菜 那我们能够做的呢 就是时刻警惕黑天鹅 对吧 我们带好止损 做的时候呢 千万就不要去满仓的去 要一把梭哈或者是什么的 我们要对自己的仓位有个比较好的控制 这就是我在最近这个事件频发的一个 黑天鹅频发的一个过程 这个时间段里面能够得出一些总结吧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不管是有没有黑天鹅 不管是之后的前景是好还是不好 我们都要警惕这一点 那我们的今天网课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那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打在留言区 请不吝点赞订阅 黄金还能买吗 黄金的确是 怎么说现在这个价位 可能还没有这么合适 就像我之前说的 现在是有MACD的死差 我们在死差的那个时候 去买涨黄金是不明智的 英镑对澳元 可以看一下 我觉得英镑是 英镑英国的经济是要比澳洲要强一点的 而且英镑不像澳洲这样 是受商品价格影响特别严重的国家 因为澳币毕竟是一个商品货币 如果说是石油的暴跌 包括铁矿石需求的暴减 当然现在可能也不太会 因为上节课也说过 中国现在有一个 35万亿的一个基础项目的一个规划 那之后铁矿石需求可能还是会存在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 可能英镑的价格会比澳币要更好更稳一些 现在到底是补仓呢 还是在等一等 我觉得这完全取决于您的投资长度了 如果您是真的是那种巴菲特那类型的投资者的话 您现在买任何股票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只要它是ASX100以内 然后你觉得它倒闭的风险比较低的话 那在股市一个公司 它的股价跌了20%之后 你就可以先买一点 然后如果它呢 又跌了20% 那你可以选择再补仓 然后如果说它再跌20%或者10% 你再进 就是说如果你对这个公司 它的预期特别的长远 而且你对它特别有信心的话 那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那半年左右 我觉得现在形势还不是很明朗 我不建议您去做一个抄底 或者说就算您要去抄底 那您也必须得带好一个止损 如果说它价格跌破了什么位置 就必须得平仓 因为现在其实当时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股市直接是跌了一半的 现在是跌了20% 如果真的是金融危机寒冬已至的话 那可能还有30%的空间 那这个时候 任何的太过乐观 或者说太过悲观 都是不正确的 因为现在还有一个疫情的 一个加速记载 如果把疫情抽出去的话 那现在情况还不会 还会不会有这样的糟糕呢 肯定是不会的嘛 那般呢 银行股我其实是在29块钱的时候就买了 然后一直拿到了现在 因为我当时买银行股的时候呢 想的呢就是我准备啊就是拿它的股息 所以我不是很care它价格的波动 那如果说您跟我是一样的 那NAB现在也可以买 而且它价格也的确是很低了 我当时买的时候是29 那现在它是20块钱 那绝对是很低的价格了 而且银行呢 它也不太容易倒闭 对吧 A50我还是很看好的 我自己今天也买了一些A50 我可以看到A50还在涨 今天有一个很大的拉伸 我看这个涨幅差不多 肯定是要超4%了 因为中国现在是全世界唯一一个 我们可以说疫情呢 是控制住的国家 那对比别的欧洲啊 还有美国啊 还有澳洲日本韩国等等 这些未知的话 中国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确定的市场了 有人问是持有美元还是澳币 现在澳币因为它的商品属性 所以说它是全部的货币队里面 它可能都算是比较弱的一个币种了 那肯定是美元比较强势嘛 其实大家最近也可以看一下农业股啊 就是我客户也比较推崇的一个公司 叫CGC 因为在疫情之后啊 包括是之前的蝗虫的灾害啊 等等都会影响中国 还有以及印度啊 等等他们这些地方的农业的 农产品的产出 所以CGC呢 它基本上所有的园区是在澳洲的 但是呢 它也遭受了一些山火的影响 所以之前也可以看到有一个 大幅的下跌 但是现在的价格啊 也是有了一个不错的反弹吧 而且从顾比复和移动平均线来说的话 它现在暂时的走势还是OK的 那最重要的是它能不能突破这个这个位置 如果说它哪一天收盘价啊 收在了在3块3以上的话呢 那大家就可以去做一个买入的操作了 但是现在啊 还是建议大家去观望一下 NAN和AN NAN的话呢 是做防治交叉感染的 AN呢 是做那个防护手套 还有一个防护服的 很难说哪一个更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的走势 从走势上也看不出哪一个更好一点 我觉得这还是要取决于你对哪个公司更了解 如果你对NAN更加了解 更对它更有信心的话呢 那我当然建议您是去买NAN 因为买自己了解的公司 而不是买别人推荐的公司 这是最重要的 那差不多9点了 那我们今天的网课就先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大家的参与